这件事就到这儿吧 张伯乔急忙喊道 快点把人送医院 等等 杨洛喊了一声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张世凯不是想分家产吗 那就分吧 他有多少钱 一人一半 说完 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坤子 听筒里传来冯昆的奸笑声 冲冠一怒魏红颜 老大 你太生猛了 兄弟我佩服了 杨洛黑黑一笑 你的消息倒是真灵通啊 在你出现的时候 我就接到消息了 给我调查一下张世凯的财产 把嫂子抢走的那个垃圾 对 我已经调查过了 所有的资料都在李涛他们手中 他们在哪 就在你附近看热闹呢 操 杨洛骂了一声 挂断电话 刚想给李涛打过去 就听见外面传来李涛的声音 老大 我们来了 李涛走了进来 他的身后跟着疯子 还有许航他们 魏华那帮家伙居然也在 老大 老大 一个个打着招呼 晃晃悠悠走了过来 杨洛看着李涛问 这个垃圾有多少钱 戴恩恩含着棒棒糖 把背后的小包拿下来 在里面拿出一张打印单 独囔着说道 这个垃圾是个穷鬼 不动产加上银行账户 不到十七个亿 听见戴恩恩的话 所有人都满脸黑贱 十七亿还是穷鬼 那他们应该去死了 杨洛很认同的顶头 确实够穷呢 怪不得打贝氏集团的注意 不管不管怎么说 文字再小那也是肉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他要给贝鸟一半 再加上精神损失费 十个亿就行了 韦华笑着说 老大 既然离婚手续已经办完了 双方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才要分财产 法律上是不予支持的 杨洛一白手 没关系 张世凯要是赶不给钱 我会让他张家 永无宁日 说完 拿起办公桌上的笔还有纸 在上面写了一串号码 然后把纸扔在张伯乔身上 老家伙 两天之后 我要看到十个亿 在这个账户里 张伯乔 阴冷地看着杨洛一眼 然后把写着账号的纸 揣进兜里 转身向外走去 把张世凯送到医院 看着张伯乔离开 张世凯被警察带走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抓着贝银瑶的手 轻声说 好了 既然你已经离婚 那我们就结婚吧 惊喜在贝银瑶脸上 一闪而过 搂着杨洛的脖子 一阵疯狂的索吻 杨洛强而有力地 轻轻搂着贝银瑶 这个女人 这个一天 以她为生命的全部的女人 让她满心的脸 现在她已经不想知道 贝银瑶为什么要当时 那些对她杨洛来说不重要 耶 戴恩恩和宋伟两个丫头 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兴奋得又蹦又跳 好啊 有情人终成眷属 把骨质掌说 许航笑嘻嘻地说 老大 我马上通知兄弟们过来 给你和嫂子 好好礼 贝银瑶满脸泪水平路 我们不能结婚 恩恩喊道 贝姐姐 你疯了 贝银瑶苦涩一笑 眼泪又在眼里流下 惊死脏落 好像要把她的模样 永远刻在脑海里 我不能生育 杨洛愣了 所有人都愣了 看来贝银瑶的事情 戴恩恩并没有告诉李涛他们 过了一会儿 杨洛突然一阵大笑 贝银瑶紧紧搂在怀里 贝银瑶是谁 怎么会在乎这些 贝银瑶看着杨洛的眼神 那浓浓的柔情如指 不只是这些 你忘了王瞳了吗 杨洛身体一僵 给银瑶伸出双手 抚摸着杨洛的脸 半个月前 我见过他 还有你们的女儿 去找他吧 他才是你应该娶的女人 有个家 给孩子 一个父亲 杨洛大脑一片空白 紧接着脑海盘出现了在美国那个雨天的街头 王瞳几狗 贝银瑶深深吸了口气 强忍着再次流泪的冲动 真正的爱 不需要太长时间 只需要一秒钟就能让我刻骨铭心 这一辈子我不嫁给任何人了 因为爱上你的时候 那短短统已经停留在了我人生的始终上 它没有前进 以后退 会一直停留到我死的那天 说到这儿 慢慢向后退了一步 我走了 不要试图去找我 因为你找不到 不要试图去找我 这句话对杨洛很熟悉 曾经王瞳离开的时候 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被鹰鸟离开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卑氏集团也得益接受 杨从来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糟糕的心情 闯气的在民政局走出来 李涛他们跟在杨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鬼狐开着车原来在后面 现在他的心情也很乱 胡思了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刚才想了些什么 不知道走出多远 怎么压抑的气氛 妈的就算嫂子为了不亡童也不能嫁给那个垃圾啊 宋伟小丫头蹦起来拍了一下疯子的脑袋 疯子一瞪眼 宋伟急忙躲到戴恩恩身后 笑嘻嘻地吐了下舌头 戴恩恩叹了口气 然后狠狠弯了杨路也 还不是因为姓杨的那个混蛋 姐姐怕他为难 所以才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 等他嫁 姓杨的那个混蛋就没得选择了 只能把王瞳接回来 宋伟插嘴说 还有一个原因 没有女人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也许贝姐姐不是 但是那个王瞳呢 要是贝姐姐一直在杨大哥身边 王瞳会回来吗 为了成全杨大哥和那个王瞳 姐姐只能这么做 打消所有人的顾虑 小丫头说完叹了口气 嗯 确实被损大 疯子一撇嘴 慌貌丫头 就知道胡说八道 宋伟不服气地喊 我才不是胡说八道呢 爱到极致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因爱生恨 二是为了财害的男人做出牺牲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那就出来着 小丫头敲了敲额头 她的眉毛皱了皱 嗯 对了 被爱情冲毁 女人都是弱智 所以啊 贝姐姐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在情理之中 疯了口她们 全都看着得意的送围 在这 脑子里整天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过回味一下小丫头的话 还真是有点道理 一群人在大街上晃悠着 李涛追上杨洛 搂着她的肩膀说 老大 贝姐做得对 你还是把谷子 还有侄女接回来吧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外面 不 杨洛停下脚步 看着一家酒吧 陪我去喝点 李涛一笑 没有问题 兄弟们都在这呢 以后我去喝 今天啊 不醉不贵 一群人走进酒吧 刚刚找个位置坐下来 就看见鬼狐走进酒吧 管理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大 酒吧里所有男人的目光 齐刷刷的投向她 而鬼狗就像简阅三军的大元帅 不急不忙地迈着 脚下高跟鞋 踏在地上 传来一阵 咔着轻脑的清脆声 脸上更是波澜不惊 超支款柏地走向杨洛 李涛大嘴口水差点流下来 这女人真的妈的漂亮 疯子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走过来 这帮家伙一个个急忙挺胸的坐好 把自己最鹦鹉的身姿展现出来 杨洛无奈地笑了一下 对着鬼狐走 然后接上了 他叫郭娜 非常爱国的女士 然后指着李涛他们 李涛站起身 黑黑笑着伸出手 美女啊 我叫李涛 很感情 鬼狐妩媚的一笑 顿时百花失色 让李涛他们这些 精力旺盛的老爷们 差点流了鼻血 许航抓着李涛的胳膊 把他拉开 然后笑脸的凑 我叫许航 我叫疯子 我叫魏华 一群大老爷们 争先和鬼狐握手 而戴恩恩和宋伟 两个小丫头 一个劲儿的哼哼 鬼狐咯咯一阵娇笑 我说各位弟弟 姐姐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要再调戏我了 我可没有草的嗜好 现在鬼狐的命 依然是那个四十多岁的样子 不过那种成事 这种风骚入骨的媚态 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 杨洛心烦的一挥手 行了 快点要酒 本来鬼狐套近乎的那帮家伙 顿时老实下来 要了十打百威 杨洛喝多了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 早上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酒店 鬼狐拿着一条湿湿的毛巾 给他擦脸 而李涛他们都围在床边 担心着看着他 杨洛有些胀痛脑袋 什么呀 炮自杀 戴恩恩把大眼睛 嬉嬉笑着说 看样子没事 行了 都散了吧 该回家了 该泡妞的泡妞 不要在我面前晃悠了 李涛苦笑一声 哼 你弄出这风景 就连李正能和张博乔都给打了 他们是不大干肖的 很可能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一无论关注 你这个官二代 还有迟老 都在风口浪尖上 杨洛写的一笑 哼 这件事情很简单 老爷子给市局打个电话 告诉他们依法处理就行了 只要老爷子和这件事情 撇开关系 我看他李正能 想有什么咒念 找人打击报复 或者是要攻击我 只要他们有胆量 这么做 那我杨洛 魏华黑黑一笑 对你打击报复 黑道上谁有胆量接这个活 至于通缉你更不可能了 不要说这点是小通缉那个程度 就算警方真的受不了压力通缉 估计看见你就得跑 还有你的身份 尤其是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要是因为通缉令暴露 你有没有麻烦 我不知道 但是国家绝对会有大麻烦 上面那位老人家会答应吗 李正能也好 张博乔也罢 这亏他们吃定了 李涛看着杨洛 你打算怎么办啊 聊开被子下了床 来到床前 看着外面的轻声说 有烟吗 魏华拿出烟点燃 然后送到嘴里 杨洛深山吸了一口 看着眼前飘散的烟雾 眼神有些深邃 自从我回国之后 就没有好好休息 现在没有事情 我打算游览一下 祖国床山 魏华想说什么 我还是没有说出口 只是叹了口气 离开了拍杨洛的肩膀 我从来没有见过 老陈的样子 既然想出去走走 那就去吧 你也好 杨洛慢慢转身 看着一直跟在自己身边 不离不弃的兄弟 跟你们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十多个人一个立正 齐医生问道 杨洛深说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受伤退伍的兄弟 和那些牺牲兄弟的亲人 李涛他们没有问为什么 齐齐点头 杨洪说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要摆了摆手 行了 你们都走吧 戴恩恩摇晃着小脑袋 拉着宋维的小手 我们走吧 要是再不回去 叶天明那个混蛋 该找我麻烦了 全都走了 只有鬼在那儿没有动 杨洛看着他们 你怎么不走啊 鬼狐歪着头 变死人的大眼睛 你还没有给我弄有证件呢 不跟着你 等着被警察抓呀 杨洛苦笑一声 抽了最后一声 走到茶几旁 把烟头狠狠按在盐灰港 咱里打了个电话 转身向外走去 鬼狐喊道 等我一下 快不回到自己房间 当他再次出来 恢复了那个 大家闺秀 好好学生的模样 杨洛洛 杨洛色咪咪咪地盯着鬼狐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实面目啊 鬼狐会一笑 哼 想知道 杨洛猛 鬼狐一甩长长的头发 迈起头 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 当天下午 杨洛和鬼狐出现在了曲阳 来街站的是郭义和刘天鹏 还有王菲 杨洛一下车 就和郭义刘天鹏 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郭义感触地说 时间过得真快 自从你调走之后 杨洛一笑 走吧 下个地方 刘天鹏说 酒店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说完 上了停在旁边的几个面包车 几个人上了车 开着车直奔酒店 王菲坐在那 看着欲言又止 杨洛拍了拍了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 看着郭义说 老郭 这位美女 时间不长 车停在了酒店门前 安排好了一切 又来到酒店的餐厅 几个人边聊边吃 酒足饭饱之后 刘天鹏说 你不去看看 可秋还有妙妙吗 尤其是妙妙 她很想你 杨洛放下筷子 拿起餐巾 擦了一下嘴 碰了 以后有时间再去看他们 刘天鹏和郭义 看出来杨洛有心事 没有再说什么 站起身离开 杨洛点了颗烟 看着王菲说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有事就说 不要吞吞吐吐 王菲 犹豫地说 我姐她 杨洛回手打断她的话 没有让她说下去 我想见见你姐 帮我联系上她 王菲一愣 紧接着一阵兴奋 好 我马上联系她 说完 拿出电话 跑了出去 时间不长 王菲跑了回来 杨洛看着她 突然有些紧张 这对她来说 还真是不可思议 怎么样 你姐怎么说 王菲搔了搔头 她什么都没有说 就挂了电话 杨洛叹口气 站起身说 你们回去吧 美国洛杉矶 王菲拿着电话 愣愣地发呆 眼泪在眼里 不停地流下 蓝风抱着杨思洛 在房间里走出来 看见王菲的样子 急忙问道 你怎么了 王菲急忙擦了下眼泪 没事 什么没事啊 到底怎么了 你想急死我呀 王菲默默地 走到沙发前坐下 表情木然 过了一会儿 趴在那一阵大哭 蓝风是真的急了 抱着孩子来回走 你到底是怎么了 快点说呀 王菲 王菲哭了许久 慢慢抬起头 然后用衣袖 在脸上一抹 深深吸了口气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没事了 你不要担心 蓝风看着王菲又哭又笑地更加担心 你这样子能骗得了我吗 快点说 到底怎么了 王菲 王菲把孩子接过来 小家伙正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看着自己的妈妈 然后抬起小手在空中胡乱地抓着 嘴里还在咿咿呀呀的嘟囔着 他在王菲那儿 说要见我 蓝风愣愣地说 谁在王菲呢 话说了一半就明白了 脸上怒气一闪 他想干什么 王瞳听着孩子一一压压的嘟囔着 脸上流露着母性的光辉 我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很不安 有一种莫名的害怕 蓝风看着王瞳半天没有说话 喊口气坐到他身边 见见他吧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该好好谈谈了 王瞳抬头 眼神很无中 我 我 蓝风把王瞳用在怀里 你是妈 王瞳紧紧地抱着孩子 我不知道 现在心里很乱 蓝风看着一直都很坚强的王瞳 如今好像受害的小孩子 心里说不出的气氛 更是不恨得咬牙切齿 这关乎好几篇幸福 只能耐心地劝解 自己 也为了给你们彼此一个机会 去见见他吧 王瞳不再说话 时间一点事 迷茫的眼神 渐渐变得清明 那个坚强的王瞳又回来了 跳 蓝风微微一笑 我所熟悉的王瞳呢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坚强地面对 说完 拿起茶几上的电话 定 两天 除了吃饭 杨洛没有走出酒店房间一步 直到第三天 王妃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找他 姐夫 我姐她 我姐她到了许阳了 杨洛猛然在床上坐起来 她在哪 王妃喘了口气 在县招待所 昨天零食 杨洛穿上鞋向外面跑去 取杨县招待所 看着还在熟睡的女儿 心里很平静 也有一点期待 砰 方门撞开 熟睡中的孩子翻了个身 王瞳瞳走进来的杨洛 眼泪刷的一下在眼里流出来 洛慢慢走过去 趴在床上 看着熟睡中的女儿 难得的脸上 露出温柔的笑容 这就是我的女儿吗 居然这么大点 我才能长大呀 说完 伸手抚摸着孩子娇嫩的小脸 孩子好像感觉到不舒服 抬起小手 胡乱地拍打 杨洛急忙把手拿开 孩子这才罢休 继续 杨洛恋恋不舍地 把目光孩子身上收回来 转身看着王瞳 梁说话 就这样看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 杨洛展开双臂 把王瞳紧紧搂在怀里 然后一阵激吻 杨洛上下其手 王瞳的上衣 已经被他脱下了一半 在时 王瞳猛然把他推开 整理了一下衣服 流着泪说 你去了美国对吗 对 你见到我了对吗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杨洛张大嘴 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不怕 我可说了对吗 杨洛露霸道的再一次把王瞳怀里 跟我回家去结婚 王瞳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你真吵 对 我不想死 王瞳 王瞳展颜一笑 脸上出快速地滑落 不要骗我了 我在你眼里看到了犹豫 你的心还在他那儿对吗 杨洛捧着王瞳的脸 擦脸上的泪痕 没有 好吧 带上我们的女儿 王瞳头 杨洛 我爱你 这辈子都不会变 我也想和你生死相守 一起和女儿长大 可我不想你每晚躺在我身边 心里 等你真正想明白娶谁的时候 再来找我吧 说完 我又把孩子包裹好 然后抱起来向外走去 杨洛看着王瞳消失的 不开里出现不同女人的声音 最后王瞳和贝银瑶占据了上风 在他脑海里不停地转换 让他这个励志泡遍天下美女的流氓 最后却因为感情感到了迷茫 第二天上午 郭义拿着鬼狐的身份证 还有户口本来到酒店 办好了 杨洛接过来看了看 然后递给坐在那儿无聊时的鬼狐 鬼狐看都没看 扔在自己嘴巴里 杨洛说 事情已经办完了 我马上就离开 这么快 以后相聚的机会会有的 你不去看看王书记吗 王书记 王书记 杨洛还真把王柔再处击吗 不了 你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好吧 有事情 电话联系 三个人走出酒店 郭义上了车几种 杨洛站在街上整了整衣礼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鬼狐一撇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不跟着你就得饿死 我真是欲哭无泪 那你就跟着吧 杨洛消失的无影无踪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在杨洛消失的几天后 世界那个精彩分成的大舞台 又上演了一场好戏 一部修斯林显影 引发了全球反美浪潮 把美国佬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股浪潮不及取了美国一位大使的姓名 而且对美国佬的索拉伯之春的意义 提出了彻底的质疑 美国佬正在为这一反美浪潮莫名其妙 拿怒的时候 俄罗斯与中国联手 支持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反对加大对伊朗 又给焦头烂额的美国佬添了一把火 接着俄罗斯寄出大棒 再一次羞辱了美国 把俄罗斯的援助组织驱逐出境 并要求美国际开发署 必须在半个月后停止在俄罗斯内的援助活动 而这个是一段让日本人吐血 所有中国人兴奋的视频 视频中 日本建在钓鱼岛上三十多年的灯塔 被不明身份的人员炸毁 我带了钓鱼岛上空 后面是日本海上执法船被劫持 日本海警被审问的画面 那份用日文书写的审问笔录 也公开到了网上 被热信的网友 以几十种文字翻译过来 是可靠消息 这份真实有效的笔录 被邮寄到了日本首相办公室 当监制人看到后 气得狂喷鲜血 幸亏秘书发现的早 把他送去医院 不然真的就移除了 两个月后一个早晨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 西北部山区 捧着薄雾笼罩着群山 在一座山顶上 他们就是杨洛和鬼狐 还有一位五十多岁满脸皱纹 勾搂着身体的老者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雾气渐渐地散去 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水 闪着七彩的光芒 阳洛跳目远望 只见无数山峰 烈阵 看不到尽头 气势恢弘 是金破 一条蜿蜒简易的公路 山腰绵延 把一座座高山连接 阳洛默默低下头 在高处是一个百来户的村庄 破败黑房屋 和用木板塑料搭建的房子 砸装的耸立着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弄乡 是一个被上帝青睐 又同时被诅咒的地方 他拥有世界上发育最低的 科斯特高峰丛 深挖地貌景观 被魔鬼偷走了 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和土 因此多少年来 他也一直是广西贫困善名词 阳洛默着 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我们国家 有很多这样的村落 遍布在偏远的这里 有那么一群村民 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之道 还有一群孩子 从来都不知道山外面的事情 老者眼角滴落一滴浑浊 这个山狗狗啊 挡住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只有让娃娃们独书 才能走出去 可这里真的穷啊 老师来了又走 一个又一个 我的年纪大了 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年 等我闭上年的那一天 娃娃们的希望也就没了 阳洛默 我们下去看看吧 说是常常小道往下走 老者边走边说 这里海拔八百到一千米的山峰有五千多座 山峰围成大小不一的深洼地一千三百多个 洼地平均深达一百零五米 最深的达三百多米 这里之所以很贫穷 就是因为缺水 赫斯特地形特点就是十多土 而且洼地多 像这样的洼地数 泡斗一样 雨水一降下来 全被漏走了 这里没有一条河 没有一口井 吃水用水全靠老天爷 真真正正地靠地 有时候长时间不下雨 别说洗漱 饮用水都没有 鬼呼默默地跟在后面 追上杨洛青生们 咦咧了 你一直在大山里转悠 到底想干什么 杨洛停下脚步 最后抽了口言 声音有些缥缈地说 杨头 一个多月来 我们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子 你都看到 鬼呼低头 看着已经刺了 眼睛有些发红 穷 苦 两个字概括了这里的 所有一切 破点 是啊 这里很穷 人们过得很苦 孩子上不起学 穿不暖衣 吃不饱饭 我是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说到这 杨洛突然振风地说 干嘛 我杨洛什么都缺 就不缺钱 我辛辛苦苦 弄了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他们 杨洛抬手 指着下面的村庄 三个人慢慢地往山下走 凭杨洛和鬼呼的伸手 走路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 视线之内一平凉 这么多高山深洼 没有一条河 这小溪或者小湖泊 所有用水只要天上次 这么一个不毛之地 真不知道生活的人们是怎么一代又一代存活下来的 杨洛几个人终于走下来 正好见杯水的小女孩 在一个小池塘一样的低洼处有一点浑浊的雨水 小女孩把水点一点咬到塑料壶中 回家之后还要沉时间 然后才能用来做饭喂牲口 鬼呼皱着眉头说 能喝吗 老人苦笑一声 不能喝也要喝 杨洛走过去 甚至蹲在那咬着水的一个十七八岁 飞成瘦鱼儿 她的头发干枯发黄 显然是羊 杨洛蹲下身体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抬起来 有些害羞地说 我叫马莲 杨洛站起身 看了一眼其他几个女孩 大的也就十一二岁 小的八九岁 一个个小脸漆黑 拿着咬子的手满是无垢 杨洛的心里一酸 看着他们不禁想起了只见过一面的女儿 孩子 永远都是父母心中最温和的软肋 谈起孩子 每个父母都是满脸的温馨和溺爱 他们是父母掌中饱心头肉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是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山沟沟里 孩子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他们从小不知道什么是电脑 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不知道什么叫游戏 不知道游乐园 动物园什么样子 他们知道的只有眼前的大山 泥土 庄稼 田地 他们很小就开始担忧生计 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做农活 很小就懂得如何去心疼父母弟妹 尽管他们很努力地做着这些 但他们还是经常吃不饱 穿不暖 老者看着几个孩子 眼里蕴含着无奈 无助 还有对自己无能的痛恨 马连今年17岁 大华县三中的高一学生 他的爷爷今年已有81岁高龄 他家的条件是村里最差的 家中土地少 妈妈身体不好 常年吃药 他爸爸只靠着那点田养活全家 但是这个孩子争气 从小成绩优秀 人比较坚强 能吃苦耐劳 十岁就开始帮别人搬运石头 只要有人家要改新房 他都会过去帮忙 为的是挣点钱 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包拱头说不能砸坏 要砸坏了就得赔 他才十岁啊 就用那双小手抱着石头 用肚皮顶着石头 一步一步地搬运 鬼狐听到这儿 急忙把头扭到一边 抬手在眼角擦了一下 马连听见老者的话 文静了一笑 没啥 我能吃苦 等我考上大学 毕业找到工作 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妈妈就能到县里医院看病 弟弟妹妹也能有钱念书了 杨洛 我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深深吸了口气 我要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吃饱穿暖 孩子上得起学 我杨洛 永远不离开这里 老者这是第二次听见杨洛说这样的话 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心里叹了口气 这里生存环境恶劣 连灌木都难以生存 我们只能在石头缝里 种植农作物 水稻大米对我们来说 就是奢侈品 能吃的 仅有的 只有玉米和红薯 这样奈何的农作物 有时候长时间不下鱼 会干汗失收 于是一来 斗坡上的玉虫刷 经常成片道理 连下一个月 很多地方就会颗粒无收 无论想不和做 省吃俭用 一年里 仍然常常有三四个月 是断粮起 而且能吃上玉米就不错了 有的家里连玉米都没有 曾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到这查 他们说 这里是除了沙漠以外 也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十多年 总理来到这儿 了解情况之后 风风火火了扶贫运动 路就是那个时候修的 不是那个时候通的 然而由于自然条件也太多 时至今日 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变 不是我们不勤劳 也不是我们不进去 只是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不过大自然 鬼狐看着杨洛问 你想怎么帮着他们 难道是把所有的钱分给他们 杨洛笑了 身上腾起强大的气 闪着自信的光芒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十几年没有发展起来 我只能说 政府走的方向 估计他们一直在水和农业上 想在这里发展农业 那就是死路一条 鬼狐说 你这么有信心 这里没有水 我们可以打井 或者在山上修一条水渠 把那些洼地给来蓄水 没有土 没有树也没有关系 这里有山 正所谓靠水吃水 靠水 那些石头在别人眼里 也许一文不值 我眼里都是钱 尤其是这里的地理地貌 这么独特壮观的自然景观 足以让喜欢旅游 喜欢冒险的人 拿着大宝的票子来这儿 十几天前 杨洛和鬼狐 老叫泼马的村子 在那儿的小学是父子村小 老者叫黄德奎 是这里几个村子唯一的老师 当黄德奎听说 杨洛是来见西望小学的 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杨洛又说要到府村子走走 希望他能当个向导 黄德奎没说 给孩子们放了半个月的假 黄德奎以为杨洛和鬼狐是情侣 来这里资助去学 顺便看看这里的风景 实际时下杨洛和他聊的也都是风土人情 并没有其他的 在山顶的时候 杨洛说辛辛苦苦赚钱 为的就是这里的老百姓 这话让黄德奎很感动 刚才又听见杨洛说 一定让这里的老百姓吃饱穿暖 让孩子上得起学 他也只是一笑 因为十几年家和地方政府 对这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可还是很穷 没有一点起色 就是杨洛再有钱 也改变不了这里的一切 现在听见杨洛的话 这老头的眼睛突然变得很亮 激动地抓着杨洛的颤抖着声音说 杨洛同志 你说得太对了 当年政府派来祭祀鬼 探测低下水 一年多也没有结果 后来也想过在山上修水渠 可上面玻璃都用在了修公路 铺设电缆上 再也没有钱了 农业专家也来过 可这里有个红薯 什么都种不了 说完 老头痛哭是声 老泪纵横 说 杨先生 帮帮我们 真的穷啊 我老了 什么都不在乎了 可那些孩子 不能没有希望啊 杨洛感觉着黄德奎 握着他的手很紧很紧 好像要把身体里的力量 全部传给他 放心吧 我杨洛说的就绝对能做得到 鬼胡扎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眼睛也红了 强忍不让眼泪流下来 他们弄完水了 这么几个人走进村子 看见那些土坯房 没有毛 生了病的狗趴在那 身上都是粒 更多的是茅草根木块建造 上面住人 下面养牲口 真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房子 村头的一座土坯房外 一名四十多岁的人 蹲在墙角抽着汗烟 他身上穿的衣服 破旧难以看出颜色 在一起还有一群孩子玩闹 当找黄德奎的时候 几个孩子脆声地喊着老实 眼睛一直看着杨洛和鬼胡 显得很是激动 一会儿蹦蹦跳跳 一会儿又大笑不止 显然 这里很少来陌生人 杨洛在马连的带领 来到他的家 这也是一个土坯房 在墙上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 但还看见 写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自己 进到屋里 看到屋顶很破 屋顶会漏水 上面放着一个接水的脸盆 而屋子中间有木板隔着 一个屋有用不成的床 杨洛扫视一眼 这是真正的家徒四壁 屋里连个板凳都没有 杨洛转身来到厨房 说是厨房 是在后院搭了个矮矮的灶台 四周立着一方 上面是塑料布 在一角 有个晒干的冬瓜和土豆 还有一小袋玉米面 杨洛看看马连 你住在哪里 马连指了指厨房用 那里还有一个用几根木板和塑料房子 不 应该是窝棚 走进去 看见里面很大 床上铺着露着棉絮 有些脏的被子和褥子 杨洛掀开被子 下面哪里是床 就是几块大石头 杨洛坐在上面 感觉到个头 真不知道 马连是怎么在 马连笑着说 我们四姐弟都住在这里 话都没有再说 站起身向外走去 出了马连的家 没想到外面站满了人 是村里的老人 都来观望杨洛和鬼湖 这两个外地人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 在人群后面走过来 马连见到老婆婆 急忙走过去搀扶 奶奶 爷爷怎么不在家 老婆婆咧嘴一笑 露出光秃秃的牙床 去村东头 你照爷爷家了 说完看着黄德奎 黄老师啊 两个娃可真好看 是你家的亲戚 黄德奎有些尴尬 我一笑 奶奶 我是黄老师 好多年都没有来往了 这次过来 出发 顺便看看这里的风景 老婆呵呵笑着说道 这里哪有山景哦 除了山就是坑 杨洛微微笑了一下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一名十五六岁的女孩 让她更惊的是 那个女孩怀里还抱着婴儿 这婴儿喂奶 马连说道 那是我的同学 今年十六岁 万块一岁了 在我们这里没钱上学 只能嫁人 嫁人的都是早早生娃 马连说得很平静 但杨洛能感觉出 内心的不甘 杨洛的心就像被敌人刺刀狠狠刺了一下 默默转身向人寻外走去 鬼乎心情有些沉重地问道 在下 杨洛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孩子望着他们的乡亲 那些孩子嬉笑地跟在他们身后嬉闹 这些孩子不是没有憧憬和梦想 可慕重的身影 父亲低沉的黑脸 成为了一家人美身的愁绪 成为乌颜漏水 瓦上结霜的困 日复一日 一家人的话题却 钱可以给母亲治病 钱可以让父亲重施笑脸 钱可以让弟妹好好上学 钱可以让家人住上结实的房子 钱需要用双手去挣 多么现实而又从而胜火 于是他们放弃优异的成绩 许曾有过的梦想 杨洪因低沉有些沙哑 好像用尽全力去才说出这些话 然后伸手把马脸鞭 轻柔地揉着他枯黄的头发 十岁 凭着双手挣饭吃 十岁呢 多么美的年纪啊 却已饱受沧桑 然后又抬眼看着抱着婴儿的女孩 如果不上学 十五六岁的女孩生了娃娃 从不过上了与母亲一样的苦命日子 如果不上学 十五六岁的男孩开始扛着大包小包到处打 或当名义 或在家务农 开山挖石头 却始终无法离开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步步奸细 在山区里 武士同堂的很多很多 子孙满堂的很多很多 生的越多 越上不起学 上不起学 就走不出大山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贫困下去 教育 和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很重要 为全区里的孩子要一直贫困下去 为何他们无法 为何他们无法向富家子弟拥有一样的进入到省市重点学校去 他们的大学不太遥远 鬼狐轻声说道 这么多天 我们见到的不都是如此吗 太多太多的问题 或许都不是你我他能够回答或解决的 但我们都努力 让他们也可以重获知识 让他们有重点学院 让他们也可以走进梦寐中的大学 让他们也可以完成心中的梦想 说到这 鬼狐低下头 梦想 杨洛清晰地看见 一滴晶莹的泪珠 在他抬头的一瞬间 飞出眼角落分裂的黄土地上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小山村 在我五岁那年的冬天 外面下着好大的雪 好大好大 家里断粮了 爸爸东家姐 西家姐 最后又借来一小碗玉米粥 爸爸端着那一碗粥 就抢脚哭了 他哭得好伤心 可这又能怪谁呢 村子里的街房生活都差不多 谁家的粮也不多 没办法 妈妈踩着几次雪 冒着寒风去了三十里外的姥姥家 然后背着一小袋玉米面 连夜走了回来 第二天妈妈就发了高烧 家里没有钱给她打针 只能硬挺着 玉米昏迷了 爸爸疯了似的挨家磕头借钱 等爸爸把钱借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 杨洛内度很大 他没想到这个让世界黑风风丧胆 让国际刑警灰头土脸的 此时的鬼壶很平静 好像诉说着别人的故事 妈妈离开了 爸爸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疯了 后来他爬上山 在山崖上掉了下来 再后来 我被好心的邻居收养 可是你要知道 在那样的环境下 一个本来就很穷的家庭 多出一张嘴 是很大的负担 他们把我送到了乡政府 然后乡政府又把我送到了县里 县里又把我送到市里的孤儿院 杨洛想要安慰一下鬼壶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 黄德奎没想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身上穿的衣服 估计是他们家几年收入都不一定买得起 小时候居然这么苦 马连瞪着大眼睛哭得稀里哗啦 鬼壶深深吸了口气 脸上又出现了那种 让人能酥到骨子里的魅想 是不是很感动 杨洛愣了 黄德奎愣了 就连还在抽叶的马连都止住了哭泣 这变化也太大了 前后简直是判若两人 就好像刚才诉说小时候不幸遭遇的不是他 杨洛苦笑一声 感动 确实很感动 这时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扛着一捆柴 圆圆的走来 到了杨洛几个人面前 看了一眼 然后对着黄德奎拘了一躬 老师好 黄德奎说 又去打柴了 少年点头 非常老称地说 已经入冬了 不多打点柴 这个冬天没法过呀 快回家吧 嗯 少年迈不离开 黄德奎看着少年的背影 叹口气 他叫龚玉林 今年十六岁 有个十四岁的弟弟 母亲体弱多病 父亲无稳定职业 为了给他母亲治病 家里负债累累 至今为止 负债三万多块 对这样的贫困山区家庭来说 三万块钱 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因为家里没钱 让他继续上学了 可惜了这个孩子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去年获得 是物理竞赛一等奖 求人家的孩子 一切都那么难 大山 一座又一座 从山俱宁 他们如何才能走出 这连绵不绝的大山呢 杨洛看着鬼狐说 你带钱了吗 鬼狐明白杨洛的意思 打开随身的小包 把里面所有的钱拿出来 大概有两千多块 小弟弟 等等 宫玉玲 宫玉玲 疑惑地转身 看着鬼狐 黄德奎 激动地喊 过来 对这些孩子 尤其是小的孩子 黄德奎有心帮助 却无力去承担 再见到鬼狐拿出那么多的钱 怎么能不激动 宫玉玲 走了回来 鬼狐把钱放到孩子漆黑粗糙的手里 拿着交学费 林没有拒绝 只是眼里流露出难言的人 深深地给鬼狐拘了一宫 姐姐 我不想说谢谢 因为这两个字太轻 无法表达我对您的感激 你放心 我去大学 尽我所能 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弟弟妹妹 这个男孩的话让杨洛感到 也让他对这个男孩充满了好感 好 是个男人 是他 希望你能兑现你的诺言 不要让我失望 宫玉玲重重一点头 当我第一次背起书包 第一次拿到了课本 第一次注视老师的目光 第一次知道身边玩的小伙伴 今天都要改教同学的时候 或真假的学校 爱上了藏满神秘故事的课本 是批改作业的红勾勾 爱上了启蒙我 走向美好 是天地 可人的命运是天注定 没有力量去抗争 只能退学 对于这 我从没有抱怨过 也不懂得要向谁抱怨 脑海里 深深地印着天命两个字 现在姐姐给了我一次自己掌握命运的机会 一定会好好把握 不为别的 只为我能够走出大山 只为能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这样的话居然在一个16岁少年嘴里说出来 真的不可思议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 杨洛哈哈大笑 一下少年宝 说完 突然发现那些刚刚还在嬉闹的孩子都在看着他们 他们很想过来 可又害怕不敢过来 鬼狐捅了捅杨洛的胳膊 然后挪挪 杨洛顺着鬼狐的目光 看见布鱼一个茅草房门前 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狐 看着鬼狐眼里流露着渴望 杨洛迈步走了过去 蹲起看着女孩问道 你有什么 女孩没有说话 你几岁了 女孩还是不说话 你上学了吗 听过学两个字 女孩突然哭了 闭着嘴 杨洛伸手擦了一下女孩流下的眼泪 喜欢念书吗 女孩这次点了点头 喜欢 叔叔答应你 一定让你 等着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 那个时候 就是你走进校园的时候 一名满脸沧桑 四十来岁的女人 在茅草屋里走出来 以前的这个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 按理说她的年龄也就三十五六岁 可能是因为这从事体力劳动 再加上生活的困苦 才变容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娘娘 吃饭了 灵灵答应 连连不舍地走进屋里 女人就对着杨洛点点头 然后跟在女孩的身后 在屋 杨洛不许待着了 待的时间越长 她的心里越难 我们回去吧 把杨洛他们送到村口 那些孩子也都跑过来乡送 杨洛三个人爬上本山腰的公路 然后走了能有一个多小时 等了停在那儿的一辆破旧鸡谱车 这时来到这里 在二手车市场花了三千块钱买 天空抠起了雪花 大化县民族中学对面 叫AK147的台球厅内 杨洛收音台 双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 嘴里烟笑眯眯的 看着一群十五六十七少年 一个个也像他一样 嘴里叼着烟 那么咧咧地在玩台球 有的还搂着小女孩 杨洛无奈地摇头 逼鬼 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得了 这么点就知道搞退校 说完 我站在收音台外面刻着瓜子的鬼狐 喂 你这张脸我看腻了 明天给哥哥话 鬼狐翻了个白眼 在山里来回两个多月了 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你行动 杨洛抽了口烟 又吐了个烟圈 不急 我再等个人 等他来了 我才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等人 等谁 一个送给我权力的人 送权力 归呼一声 杨洛抽了口烟 看着精致的小脸 心里很遗憾 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真面目 对 现在国内 有一些领导特权思想很严重 也就是再有钱 想要办事 也会步步维艰 我们是来帮助那些穷苦老百姓的 那他们还 再说 你都敢拿着重机枪抢女人 还怕那些牛鬼蛇身找你麻烦 正所谓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在北京 敌人就在眼前 这只是胜利者 而这儿 虽然大多数官员都是好的 咱那又怎么样 上面支持你 下面阴凤扬为 就是盖个章 他能让你跑十多个部门 各个部门互相扯 这个章能让你盖上一年半载的 如果一次两次 我可以给上面打电话 让上面敲打敲敲滚 可县官不如县管 指长还会有问题 难道你总打电话让上面 他们拖得起 我们拖得起 这里的老百姓 这里的孩子拖不起了 再有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想让海底摆脱贫困 并不是你拿着钱来投资就行 这只能让一部分人得到利益 却不能让整个地区的基础兵 所以我要有权 这个权不需要太大 只要能让我拥有规划 决策权就行 这样 我才能大展拳脚 鬼狐刚想说什么 杨洛一摆手 站着走出收云台 黄老师来了 鬼狐扭头看向门口 这黄德奎满身风雪 勾搂着身体走了进来 教室窗户上的塑料都坏了 而且是暖的设施 本来黄德奎一直在等待 去给他见校舍 可等来等去 就是不错的踪影 没有办法 黄德奎找到 想两手一摊 他这个乡长都两个月 没有发工资了 黄德奎欲哭无泪 天气越来越冷 有的孩子没有棉衣 有的穿着凉鞋 这样四处漏风的脚 怎么能上课 没有办法提前放了下 眼看着要过年了 过完年一个月就开学 总不能放假 一直放到开车 这样就把孩子们的学习耽误了 他是真的急了 硬着头皮 按照杨洛留给的地址 找了过来 真的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忽略了 鬼乎一翻白眼 这件事情一定要在开学之前解决 嗯 黄老 咱们全乡一共有多少小学 有多少学生 全乡有七所小学 大概三百多学生 不过最少有八百人上不起学的 再加上退学的 估计有一千二百多人 这么多人啊 每两个孩子多的都是五六个 刚才我说的还是保守的 嗯 现在七所小学的情况都和你说的差不多 这要解决 不过现在离过年就剩几天了 只能再说 黄德奎看着杨洛言有直 杨洛笑着说 你说资助见校的事 你放心吧 我已经归好了 开春之后 在乡里建一所小学 不行 这里地光人心 最远的村子 乡里只需要十多个小时 孩子们怎么来这里上学啊 我不但要建学校 还要建宿主 让孩子们住在学校 免费提供三餐 至于休息日 可以休息一天 月底的时候 几天假 我还会给学校捐赠校车 放假 都由校车接送 黄德奎这大嘴 感觉到很不真实 狠狠下自己的大腿 疼得一咧嘴 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激动地一把拉住 牙手的手 一个劲地摇晃 谢谢 请全乡父老乡亲和孩子们 谢谢你 杨洛能够理解 面前这位老人的心情 在这样贫穷的地方 在夏天露冬天露风的教室 教了一辈子的书 看着他动着侧侧发抖 用稚嫩而又颤抖的 嗓去读可闻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杨洛说 黄老 这应该是您这样 为了教育奉献一生的老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然孩子们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太晚了 而且外面还下着雪 今天就不要回去了 晚上 我们爷俩好好喝点 后看着鬼狐 你去把楼上空着的收拾一下 一会儿再到商场买创被子 鬼狐点头 刚想走 就被晃遭住了 这太麻烦了 我还是回去吧 说完 站起身就要离开 背后把按住 不行 外面雪下的那么大 下车天都黑了 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我急呢 鬼狐也劝道 坐在这场 也没什么好麻烦的 吃饭到外面去吃 只剩下而已 然后走上了楼 这老头还想说什么 被杨洛回说断 黄老 您要是不留下来 我只是不想麻烦你们而已 行了 今晚您就老老实实的住在这儿吧 北京中南海 总理拿着一封信 走着住 主席啊 杨洛那小子有消息了 主席正在看着一份文件 听见总理的话抬头 笑着说 这小子 回来就惹祸 然后排骨就 总理也是一笑 他跑到广西去了 这小子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主席 主席打开信封 把信纸拿出来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 当主席看完之后 抬起头 脸色沉重地说 大华县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啊 总理点头 是啊 当我看完这封信之后 心里很沉重 当年安老去考察 回来后就拨了三百多亿 风风火火地搞了扶贫运动 可十多年过去了 没有一点起色 现在杨洛那小子 向我们要关了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打算 主席在椅子上站起来 背着双手来回踱步 过了一会儿 停下脚步 沉声地说 不管他怎么打算 要是他能把那里经济搞起来 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孩子能上得起学 不要说他只要一个乡长 他就是要当市长 省长 我都给他 总理说 那小子鬼得很 主意多 而且还是哈佛的高材生 说不定 真能创造奇迹 也难得他怎么有国有民 既然他想干 那就让他试试吧 嗯 行 让他折腾折腾 广西安宁时 省委家属大院 安安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走进一号楼 然后上了二楼 站在自己家门口吐了口气 哎 终于到家了 伸手敲了敲门 来了 一个女人在里面喊了一声 紧接着 传来脚步声 一个四十多岁 和安安长得很像的女人 开门走出来 她就是安安的母亲 宋惠玲 宋惠玲见到安安欢喜地说 安安 我的宝贝 你可回来了 哎 安安兮兮一笑 展开双臂 搂住宋惠玲的脖子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松开手 打量着自己的母亲 嘖嘖又声地说 老妈 你越来越漂亮了 现在和我一起出去 没有人相信你是我妈 一定会说 你是我姐姐 宋惠玲眼里充满了笑意 可怜却一板 不要打岔 早就放假了 你怎么才回来 老妈 咱能不能进去说呀 哼 细皮笑脸的 说归说 还是拎着行李进了屋 安安养身躺到沙发上 垂着双腿说 累死我了 宋惠玲给安安倒了杯开水 然后坐到沙发上 好了 现在说吧 嗯 你的眼珠不要乱转 快点交代 你怎么才回来 老妈 我没有订到机票 是坐火车回来的 是二个小时的火车 你能不能让我休息休息 有问题 咱们明天再说啊 不行 再说 哎哟 我可是您的掌上明珠 是您唯一的女儿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你就是把我摇散架了 要交代清楚 安安松开 站起身就要走 你要去哪 去看爷爷 你不是很累吗 怎么现在要去看 我有半年没有见到爷爷了 再累这个做孙女的 也要去看看的老人家呀 你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除非啊 你不要回来 安安看着好吗 那斗争到底的样子 一声哀叹 好吧 好吧 我告诉你 马上就要毕业 学校组织我们到贫困山区支教 我报了名 这几天 一直在学校安排这件事 过完年就会走 什么 你要去贫困山区支教 我不知道那里多苦 你能受得了吗 不行 你 妈 我去的时间不长 是几个月而已 再说 我去的地方也不远 就是我们省的大化线 不行 拿去 安安又拿出了百灵 撒娇这样的大杀气 搂着送回林头 老妈 我同学都报名了 我要是不去 多丢人呢 你老人家 就去吧 对这个女 送回林是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背头实在首 好了 我答应 我答应 夜已深 距离AK147台区圆处 一家叫万家灯火的网吧内 坐着十几个人 一名三十多岁 少有两米 披着光头的青年 坐在椅子上 一名留着长发的青年人说 宝贝 自从那家抬球厅开业 来我们这儿是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AK老板娘漂亮 另一名瘦瘦的青年骂道 骂的 快点而已 明天晚上叫齐兄弟 把AK砸了 另一个家伙银笑着说 那个群真漂亮 宝贝 一步都行 宝贝 眼里流露着欲 阴冷的一笑 这个破王吧 只是弄着玩的 赚不赚钱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那个女人 黑明年 黑黑笑着说 那我们啊 就把那个女人抢过来 当我们大嫂 凭着宝贝 在道上的威望 不必跟着那个小憋三抢 况且跟着 宝贝 你 吃香的喝辣的 想要什么就有 他的话一说完 十 哈哈大笑 宝贝 恭喜抱的 二天早晨 外面响起了 嘻嘻啦啦的鼻 杨洛起床 打开台球厅的门 在外面腰 呼吸着寒冷的空气 精神顿时一振 看着外面厚一层雪 路上很多坐着 农用三轮车 隔车的乡民 来到县里 置办年货 一瓶红 喜气洋洋的景象 可看穿着 破旧单薄的衣服 抱着双肩 在寒风里 杨洛心里一酸 不禁想起了 那个有点偏激的老家伙 虽然杜瑞国有些偏激 在政治上走错了方向 但那颗为国为民的心 是可以肯定的 脚步声在身后响起 黄德奎来到杨洛身边 在冬天 特殊的冷 十几年都没有下过雪了 今年下了这么多大 瑞雪赵丰年 希望这是个好赵头 过年 老百姓收成 这时 我去买早点 杨洛点头 去吧 鬼狐小手一伸 钱 我钱那不是给你三万吗 鬼狐咯咯一笑 展开双臂 在圆顶边 看看这件衣服 好看吗 张洛这才注意到 这个该死的女人 居然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 你 你 你什么 不就是买了件衣服吗 你给的钱 我自己套的药包 杨洛看着鬼狐不屑的眼神 顿时如泄了气的被求过去 妈的 这个败家娘们 鬼狐妩媚的白了一眼杨洛 转身走了回去 在收银台里 抓了一把零钱 又走出来 黄德奎看着鬼神 杨先生 女朋友这么漂亮 肯和你一起来到这个穷山沟受罪 你应该知足了 杨洛苦笑一切 外面冷 进去吧 时间不长 鬼狐买了一袋包子 还有豆浆 杨洛打开电视 这个时候 正在播放早间新闻 从华法老者 老者的身边跟着一群人 听主持人介绍 居然是何尺市 还有大话县里的领导 正在慰问贫困户 每家十斤大米 还有五十块钱 黄德奎看着电视 激动的说 是 说完 放下筷子 站起身就要走 杨洛一把拉住他 哎 办案 干什么去啊 黄德奎指着电视 我们村 那是我们村 总理去我们村了 我 等你回去啊 安总理已经走了 哎 我说昨天回去吧 回去 哼 你回去又能怎么样啊 那老头已经退下来了 要是给学校弄块 堵窗户的塑料 他还能办到 只要他要求 他现在也无能为力 师傅 总理 你要叫总理 从小到大 我都叫他了 好好好 别 你老人家不要生气 要是气啊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黄德奎并没有听清杨洛前面说了一半的话 只是听见杨洛成人错误 这才消了气 感觉到自己刚才有些过火 不好意思的说 杨先生 我刚才 没事 杨洛说完 看着电视方面中的安总定 眼神有些深邃 杨洛开始吃包子 没有再说话 也不想什么 黄德奎看着杨洛 心里开始感到不安 因为这样的小碎杨洛 把这个财神爷弄跑了 那学校 孩子们怎么办 越想越不安 吃不下去了 急得直搓手 杨先生 我的话有些重了 实在对不起啊 杨洛抬起头 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明白这老头在想什么了 黄老 我没有生气 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那就好 那就好 你是个好总理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重 对 就是 他在任的时间太短了 杨洛刚想说话 突然响起刺儿的刹车声 紧接着走 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扫视一眼 看见鬼狐 眼睛一亮 笑嘻嘻的说 娜娜 摆台了 鬼狐一瞪眼 没张手啊 自己摆 青青人也不生气 一摇三晃的走过来 拿起收音台上 杨洛放在那的烟 点了一根 然后嬉皮笑脸的说 娜娜 喜欢看你摆球时 那婀娜多姿的样子 杨洛强忍着笑 这个家伙叫黄欣欣 听着是女孩的名 不过长得倒是高大帅气 自从台球厅开业以来 这个家伙天天看宝马岔五过来 一待就是一天 要见长了也就混熟了 至于他是干什么的 要请他也没说 不过能开得起一百多万的车 在这个贫困县里 应该也算个富二代 这时 又走进来一群人 顿时让这个不到一百平米的台 有些 无一例外 来的人首先都和鬼狐打招呼 有的一进来 也没离开过鬼狐身上 有经一阵感慨 他弄了这个台球厅 无本觉无聊 另外给自己弄个落脚的地方 没想到鬼狐的存在 让台球厅的生意活爆 天天人满为患 怪不得一些把 漂亮的女服务员 确实能带来生意 鬼狐没有再理黄欣欣 而黄欣欣 却死皮赖脸的坐到鬼狐身边 喝起包子 就往嘴里塞 好吃 好吃 娜娜的手艺就是好 杨洛笑眯眯的把筷子扔在桌子上 我吃完了 皇上 把你的车借我 车站送个人 没问题 先把车钥匙拿出来扔给杨洛 杨洛借里对着鬼狐眨眨眼 你们慢慢吃啊 鬼狐狠狠瞪了杨洛一眼 把吃了包子一扔 我吃饱了 我们一起去吧 你们去哪 我开车送你们 黄欣欣欣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喊 鬼狐一摆手 不用了 你还是留在这儿 帮我看着点生意 没问题 没问题 看着杨洛三个人走出去 和黄欣欣欣一起来的那两男两女走过来 一个打扮羽人 咯咯笑着说 皇上 原来你天天来这个坡地方 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不过 人家好像对你没有感觉啊 你懂个屁啊 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杨洛卡把黄老送上了车 然后开着车满大街 不知不觉 几个小时过去了 鬼狐皱着眉头问 你在找什么啊 杨洛没有回答他 依然开着车满大转 直到晚上四点多 才把车停在三点门口 两个人进去吃了点东西 又上了车 直接把车开到现招待所 杨洛把车停在现招待所对面的街边 鬼狐知道杨洛有心事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杨洛打开车窗 任由寒风在外面灌进来 我来这儿见一个人 谁 今天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个老人 话音刚落 远处一个长长队快速驶来 停在了招待所门前 在车上下来一群人 簇拥着安总理走着锁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杨洛并没有坐点梯 而是走的楼梯 当他来到五楼的时候 看见一个房间门外 站着四名穿着黑色西装的大汉 迈不走了过去 站住 一名大汉拦住杨洛 杨洛笑着说 通知安老医生 就说杨洛来见他 大汉犹豫了一下 然后打量杨洛一眼 转身敲了敲门 屋内传来一声苍老 但却充满威严的声音 什么事啊 安老 有个叫杨洛的要见你 里面沉默了一下 接着有些意外地说 让他进来 是 大汉打开门 进去吧 杨洛整了整衣领 走到房间 只见安老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听尖叫不声 安老回头看着杨洛说 我知道你小子在这儿 却没想到你会来见我 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知道您来 当然得过来看看你 真好 我真感觉无聊呢 你来了陪我杀一半 说完 说完喊了一声 小刘 给我找付象棋来 是 时间不长 一名大汉拿着象棋走进来 然后又给杨洛倒了杯茶 这才转身离开 茶几上的茶杯冒着淡淡的雾气 这一老一小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棋盘 很和谐 但棋盘上 却充满了肃杀之气 时间在静静地流逝 安老看着棋局迟迟没有走棋 最后叹了一口气 把棋盘一推 我输了 你这小子 棋风还是那么锋芒毕露 这下棋啊 就和打仗一样 就要有锋芒毕露的气势 这样才能震慑敌人 下棋打仗可以锋芒毕露 但做人要懂得收敛锋芒 尤其是在官场 你更得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杨洛看着面前 这个曾经让他最尊重的老人 听着他语重心长的教导 心里突然涌起一种难以言语的痛 有一件事情 憋在我心里好久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不错 那个背后的人 是我 为什么 安老站起身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 看着外面穿流不息的人群 轻声地说 我曾经说过 愿意为国家 为人民 粉身碎骨 本来以为我在任的时候 能够实现我的政治理念 可那些既得力不容我呀 仅仅干了半截 被迫退位 所以我找到了和我配合 与我一样被迫退位的 杜伟国同志 当时我也很犹豫 因为他的关主义政 但他对政治理念的极端信仰 又让我打消了这个顾虑 干嘛 组织的发展过程 和我们设想越走越远 到后来已经无法 没有办法 我只拿出海外的武装力量 来制衡国内 杨洛站起身 给老子个礼 您是我最尊敬的一位长者 不行 我会把他烂到肚子里 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前面的这位老人也好 杜瑞国也好 他们对祖国 对人民是忠敬 他们费尽心力的 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但他们却用了一种错误 去普及 不得不说 这注定是一句 安老慢慢的 看着杨洛的背影 想说什么 可见 杨洛已经走了出去 看了口气 唉 你过万年也要来这里支教 可就没有缘分了 杨洛走出招待所 站在那抬头看着你 深深吸了口气 书解心中的闷气 鬼狐把车开过来 停在杨洛身边 杨洛打开车门上了车 杨洛没有说话 脚下一踩油门 插五发动机传来闷口声 车急速的窜了出去 杨洛和鬼狐回到台修厅 里面的人依然不见减少 乱糟糟一片 黄金金在收银台后面跑出来 嬉皮笑脸的说 娜娜 你可算回来了 这一天没有见到你 我心里都堵得慌 脑袋迷糊糊的 你一回来啊 这心也不堵了 脑袋也不迷糊了 哈哈 杨洛一阵大笑 这个世上居然还有比我无耻的 这叫江湖带有人才出 鬼狐瞪了两个猥琐男人一眼 你们两个里 碰 走 排球厅的门被狠狠踹开 一群手拿钢管砍刀的青年闯了进来 骂他 不想死的都滚出去 轰然 里面的人蜂涌着跑了出去 眨眼间干干净净 黄死猫一条 刚要走过去 杨洛拍了拍他 哎 我们做生意的 要何去 黄欣欣点头 好吧 你要是解决不了 我再出面 在大话这个地面上 你是谁 都要给我黄欣欣点面子 杨洛饶有兴趣的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 行 我解决不了 就交给你 这时一名光头青年走了 就坐在台球桌上 拿出烟点了一刻 我叫周宝 道上的人 光头宝 你们没有去拜码头就在开场子 是不把我光头宝放在眼里 要多少钱 周宝一愣 紧接着一阵哈哈狂笑 我就喜欢你这样上道的年轻人 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 给你打个半折 一万 杨洛打了个响指 娜娜 去取权 鬼胡说 记得明天还给我 说完向楼上走去 时间不长 拿着一摞老人头走了下来 随手扔在周宝身上 周宝和他身后的人 这么容易就给了 他们说 也就三五百的 今天之所以要一万少马 只要杨洛不给 这帮家伙就会把台球厅砸了 把鬼胡抢走 短暂的寂静之后 周宝突然又是一大笑 哈哈哈哈 通过 这一万 只是拜码头的钱 保护费是十万 鬼胡看着杨洛 我看没有那么多现金 周宝跳到地 泽咪咪的说 没钱 只让你陪我一个晚上 以后这个台球厅 永远不用废了 这黄欣欣听见周宝的话 蹦起来张子就骂 骂了个逼 你光头宝算个屁啊 有胆料到这里来拔毛 活着呢 操你妈的 敢和我们宝哥这么说话 刨用手中的钢管指着黄欣欣骂 黄欣欣竖起大拇指 好 大头宝是吧 今天我就让你变成死头宝 说拿出电话就要不打 这杨洛一把按住他的手 陪着笑脸 呵 和气生财 既然宝哥看上我表妹 那是他 娜娜 既然宝哥看你 那你就跟他走吧 记得啊 宝哥玩的时候 悠着点 本来一脸冰霜的鬼魂嘲笑 顿时白昧丛生 除了室内的所有人都直了眼 喉咙一阵滚 咽了口唾沫 有几个精力旺盛的家伙 当支起了帐篷 宝哥 原来你是为了人家来的 不说呀 还拿着刀啊 棍子的 把人家都吓死 再小心杆 还扑通扑通的跳呢 说着 鬼魂腰之款白的来到周宝面前 软软的靠在他怀里 搂着他的胳膊 柔美的接着说 宝哥 走啊 今晚妹妹 一定让你预先预先 这周宝眼里闪着浴霜 看着软欲温香的鬼魂 舔了一下一颗的嘴唇 好 好 我们车就走 看着他 杨洛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嘀咕道 哼 骂他 居然敢打鬼魂的主 啊 黄童然一阵好叫 娜娜 我的娜娜 这小子才回过神来 脉步就要往外跑 杨洛一把按住他的肩膀 哎 你的娜娜一会就回来了 先挣扎了一下 可肩膀上的那只手就像不许时让他动弹不得 表哥 娜娜 你怎么可以让他 哼 没想到他还是个情种啊 放心吧 这个世界上 还有几个人能让那丫头吃亏的 在这等一会儿 控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回来了 黄欣欣可不认为鬼魂能逃出那些混混的 可现在他又挣脱不了杨洛的手掌心 吃哼哼 表哥 那个光头宝 这个杀套啊 你让我打个电话 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再找你们的麻烦 这小子刚才的表现让杨洛很满意 而现在杨洛觉得到 这小子是真的关心鬼魂 说出也值得做他杨洛的兄弟 娜娜是我表妹 要是有什么危险 我能让他去吗 杨洛的话音刚落 鬼魂吞门走了进来 黄欣欣说 这么快就完了 那个光头宝 一台他妈的没用了 黄欣欣脑袋上拍了一下 你他妈的胡说什么呢 要是让娜娜听见 有你好受的 黄欣欣没有理 杨洛快步跑到鬼魂面前 你没事吧 你希望我有事 看着鬼魂的笑容 黄欣脱头都酥了 磕磕巴巴巴的说 那那那 是不是 杨洛懒洋洋的问 怎么样 鬼魂走过来坐到椅子上 抬起修成的右腿 放在左腿上 冰冷的说 七个被我打断了双腿 八个被我掰断了鸽鸽鸽 至于那个宝哥 全身的骨头都被我敲碎了 要是死不了 以后也是个残废 黄欣欣不相信鬼魂的话 可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鬼魂那张精致暗卷 一股寒气在心里生气 后脊梁一阵发麻 杨洛身那个懒腰 对着黄欣欣说 哎 你小子打算在这住啊 不不不 我这就走 说完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走 杨洛呵呵一心 看着黄欣欣消失的背影 你去下 我去去下了 你锁门吧 杨洛跟在鬼魂身后 苦口婆心的说 我说郭大小姐啊 那小子真的不错 刚才我能感觉到 他是真的怪 你也老大不小了 考虑考虑 嫁给你 而且那小子身价不菲 模样也 滚 虎回头一声怒吼 杨洛黑黑笑着 快速向后退了几步 揉着鼻子 别生气啊 我这是为你好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敲掉你的牙 好好好 我不说 我 鬼魂冷哼一声 迈不向楼上走去 杨洛咧嘴一笑 过来小姐 那小子真的不错 只见已经消失在楼梯口的鬼魂一探身 黑色的高跟鞋飞了过来 直奔杨洛面门 杨洛哈哈笑着转身就跑 那只高跟鞋躲在地上 你这个混蛋 今天晚上就是把他上来 我淹了你 夜越来越深 黄欣欣把车停在了激情四射夜总航 一名服务生快速走过来 把车门打 黄欣欣点点头 熊哥在不在 服务生说 在办公室 黄欣欣快步走进夜总会 那些服务生服务员 见到他急忙打招呼 黄少黄少的叫声此起彼伏 最近并没有像每次来那样 和那些漂亮的服务员爬笑 而是快步上了楼 来到三楼一个午前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办公室 除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沙发 什么都没有 在桌子后面坐着一名四十来 圆脸庞 脸色有些幽黑的中年人 各队平青年 两个人好像说着什么 听见门响 中年人抬头笑着说 哎呦 黄少 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来啊 然后挥了挥手 你先出去吧 青年答应一声转身离 黄欣欣坐到沙发上 狼腿拿出烟点了一颗 有一个叫光头宝的家伙 是不是你手下呀 他是蜂牛手下的一个麻菜 他吧 他得罪黄少了 毛熊脸色一变 不要看他毛熊在这大话 这个一目三分地呼风唤雨 无论谁见了他 都要叫一声毛眼 可这是因为 他每年都给衙门里上供 所以他才能逍遥自在 而面前这个黄少要是对他不满 一巴掌就能把他拍死 谁也救不了他 因为黄少的老子 就是大话县委副书记 县长黄耀荣 是大话土生土长的干部 可谓是这里的土皇帝 就是县委书记 都要让他三分 尤其是刚才听见手下汇报 光头宝十多个人 被一个女人给废了 现在知道黄欣欣来找他的目的 那个女人一定是黄欣欣身边的人 他真不知道黄欣欣身边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高手 这更让他感到不安 黄少 既然你还没有出气 我马上去医院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去医院 黄欣欣疑惑地说 不是你让人把他给你废了吗 黄欣欣知道了 鬼狐的话是真的 这不禁让他感到一阵心虚 那个女人看着千娇百昧 人畜无害的样子 没想到这么恐怖 看来以后还是少招惹他为妙 做个普通的朋友还行 要是真的娶了他做老婆 万一以后自己忍不住出去找妞 被他抓住 想到这儿 不禁打了个冷战 啊 我只是来这儿确定一下光头堡 是不是你的人 既然这样 我给你面子 这件事就算了 听见黄欣欣的话 毛雄吐了口气 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你好 我请客 算是给黄少赔礼 不用了 我还有事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然后向外走去 来到门口停下脚步 啊对了 那个AT夭死器台学厅啊 是我弄着玩的 让你的人以后照看着点 毛雄恍然大悟 笑着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吩咐下去 黄欣欣没有再说什么 外部走出办公室 毛雄急忙在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把黄欣欣送出也送回 黄欣欣开着车 她现在对杨洛和鬼狐非常感兴趣 这兄妹俩看来都不是普通人 可她为什么要来大化这个穷地方呢 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 最后咧嘴一笑 管她呢 能够和他们做成朋友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时间过得很快 也很平静 杨洛每天都要打出一两个电话 鬼狐也不知道她在和谁通电话 而黄欣欣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都来 不过这小子对鬼狐还是热情如火 鬼却老实了很多 不敢再口花花 不禁感叹 多好的一个孩子呀 有钱又帅气 鬼狐就这样把一段好姻缘给吓跑了 大年三十的早上 密集的鞭炮声把杨津 迷迷糊糊起床 洗漱完后来楼下 看见门开着 一定是鬼狐已经起来了 出去买早餐 果然很长 鬼狐拎着几个方面袋 还有一桶油走了回来 杨洛仔细一看 原来是青菜还有肉 我说过大小姐 你这是最初 今天过年 总不能到外面去吃吧 所以我亲自下厨 做您一饭 你会做菜啊 在国外的时候 那些东西我吃不惯 所以急坐着吃 你的菜能吃 不会吃死人吗 鬼狐抬起了性感的大腿 狠狠扣向杨洛的肩膀 杨洛一闪身躲开 嘻嘻笑着说 哎哎 不要去做 我只是开个玩笑 滚 晚上我做的菜 你不许吃一口 鬼狐很郁闷 自己一向都很 人的时候 心里都不会有一丝波动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遇到杨洛这个混蛋 也动不动就生气 尤其是杨洛对他质疑 火气更大 杨洛陪着笑 又是道歉 又是作医的 鬼狐这才平息了怒火 鬼狐一在上面忙活着 杨洛在下面看着电视 曾有不少人来玩 都被杨洛打发走了 自然不能再营业了 人看要到中午了 杨洛跑上楼去 看见一副居家主妇的打扮 穿着居家服务的围裙 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 正轻会神的抱着饺子 不经意的聊了一下发 手上的面粉粘在脸上 再的鬼狐没有了那种 娇媚入骨的姿态 每个动作都很轻柔 真的很像狐子 在给心爱的丈夫 抱着爱心饺子 鬼狐不经意的一抬头 看见杨洛在一眨不眨的看着他 尤其是杨洛 流露出来的那种温柔 让他的心不紧 脸色一红 瞪着眼睛娇沉他 看什么呢 下去看电视 什么时候好啊 鬼狐没有在看杨洛 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 饺子要到晚上十二点才能吃 等我回去做饭 杨洛无奈地下了 笑地看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 鬼狐已经做好了满满一桌子菜 杨洛搓了搓手 不错 不错 鬼狐很难给杨洛盛了晚饭 温柔地说 是吧 对于鬼狐这么温柔的变化 杨洛变化 拿起筷子开始猛吃 嗯 好吃 真好吃 你慢 又没有人和你抢 说完 杨洛碗里夹了一块肉 这是我最拿手的红烧 你尝尝 嗯 嗯 好吃好吃 一种温馨感包围了鬼狐 难道这就是家的感觉吗 看着杨洛的身 越来越温柔 碰 门被大力的撞开 黄欣欣的声音在门口传 老大 娜娜 快来帮忙 这鬼狐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这么好的气氛 被那个家伙给破坏了 真是该啥 杨洛放下筷子走出去 只见金正在车的后备箱 往外搬东西 这大过年呢 你不在家好好过年 炮子呀 还不是因为怕你和娜娜过 我才过来陪你们 说着 想个大大的纸盒箱 快点来帮忙啊 什么东西啊 吃的还有酒 其他的都是 过年 怎么也得热闹热闹 黄欣欣的到来 是真的有过年的气氛 可是那种温馨的感觉没有了 这鬼狐非常气恼 可又没有一点办法 新年的钟声敲响 外面噼里啪啦 响起了密集的鞭炮声 焰火在空中燃爆 映红了整个天空 杨洛站在街边 深深吸了口气 浓草味冲刺鼻端 鬼狐再郁闷了 拿着火机兴奋地燃放着烟花 就像小孩子一样 又蹦又跳 而黄欣想着把烟花摆在地上 让鬼狐一个个去点燃 大年是中国的传统 最盛大的节日 过完正月十五 也就算过 正月十六 杨洛刚刚起来 放在床头的手机铃声 猛然间响起 我拿起来看了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按下接铁 喂 我是杨洛 我是安庆农 哦 原来是安大人 不知您老人家打电话 给我这个酒盒会干啊 哼 你小子 我跑去牌 过年也不说 给我打个电话 拜拜年 您老人家 可是堂堂的省委书记 整天日离万机那么忙 我怎么好意思给您打呢 稍后评 你的任命已经到了 明天就去核池组织部吧 好 先去报道 听筒里突然沉默 过了一会儿 安庆农才低沉着声音说 小子 你真能把大话献得起来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案 我杨洛会尽全力的去做 白星太苦了 省里也一直在努力 与财政紧张的原因 再加上地理位置 环境的 也没有一点起色 我这个当书记的 有亏于心啊 哼 我要从这里的经济搞起来 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我奖励个美女给你 安安安要去大华县支教 怎么样 还十多年没有见了 安安可是很漂亮 一定很猫啊 我就不打扰了 说完挂断电话 广西省委办公楼 安庆农坐在半壳 拿着电话一阵发呆 这狗子居然敢挂我电话 说 脸上露出一次担忧 安安这个头 对杨洛一直念念不忘 每年回京 不打听杨洛的消息 现在看来 那个小子对他 想到这 安静摇头 叹了口气 唉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这个当老子的 对了 然后 放下了还拿在手里话 正月时期 上午十点多 黄开着车 驶入了河池市 杨洛坐 看着外面的景色 作为提示 看不到一点繁荣的商业气息 绿化也乱七八糟 居然还有很多建国 传媒中二层小楼 唯一安慰的是 道路很宽敞干净 绿化也不错 没有那种繁华与喧嚣 如果以单纯的居住环境来说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黄欣欣把车停在了河池宾馆 这是河池官方定点接待处 也是河池最高档的 及住宿餐饮娱乐围消费场所 能来这里消费的除了招待之外 都是河池有头有脸的人物 小百姓是消费不起的 你来这干什么呀 黄欣欣问 早上杨洛打电话给黄欣欣 只是让自己送到河池来 并没有告诉他来干什么 等我回来再说 杨洛推开车门响 刚下车 又驶来一辆商务车 在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名青年 意气都不太大 男的二十四五岁 脸上大气 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女的十六七岁左右 脸上倒是一直挂着笑容 职业性的微笑 杨洛向酒店的大门 和那一男一女打了个照面 男的看穿了一身 就迷彩的杨洛一眼 美后了一下 女人礼貌地点点头 这时 一个面容轻瘦 脸色压白的中年人 大步走了出来 看见中年人一愣 他在昨天就已经在河池市 还有大化县领导的简历 就连省里都没有放过 而这个中年人 就是河池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袁景和 这个家伙亲自出来迎接 杨洛推是来迎接他的 因为他的身份 才能查得到 而且这次的简历 也是在曲阳的那份 一个曲阳县工部长 郑科级 调过来当个乡镇的一本正常 没有身份 没有背景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郑处级 虽然级别不高 但因为是管干部的职位 在河池也算是一号人物 怎么可能会把他放在眼里 果然 他满脸笑容的和那个青年握了握手 欢迎 欢迎啊 然后又和那个女人握了一下手 最后才看向杨洛 笑容不减 但热情的程度却冷了下来 你就是杨洛同志吧 杨洛一笑和袁景和握握手 对 袁景和倒是没有什么架子 和三个人说笑走进宾馆上了二楼 来到一间会议室 那个女人抢先一步推开会议室的门 袁景和笑着说 三位同志 请进 李书记和前市长一干领导都等着呢 杨洛最后走进会议室 只见会议室西面的中央背景墙上 高高挂着 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省委扶贫干部来和持工作 红罗咒语 微微扫视了一眼 这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九个人 年龄都三十岁左右 六男三女 这九个人就是和持的九大常委 市委书记李作群 市委副书长 钱荣 市委副书记 百青 市纪委书记冯云丽 市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 侯志刚 常务副市长 周琴 组织部长 刘伟红 宣传部长 葛亚红 市委秘书长 徐成 这么大的阵仗 杨罗还真 那个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来着 坐在中央位置的市委书记冯大笑着站起身 欢迎高明 高明脸上没有了傲气 谦恭地说 冯书记 作为年轻干部 能来到山区工作 为山区的老百姓做点事情 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梦想 哈哈哈哈 好好啊 果然是年轻有为 我和市委常委的几个其他领导 可是等你们几天了 说完 这才把目光投向柳兰哥和杨罗 这两位一定是柳兰哥和杨罗同志吧 柳兰哥微微一笑 是的 封书记 杨罗微不可见地撇了下嘴 没有说话 冯宝国的目光只是在杨罗脸上一掠而过 并没有停留 所以也没看见杨罗不屑的表情 其他常委也纷纷笑着起身 高明急忙走过去 主动和领导握手 寒暄过后 市长钱荣开始讲话 这个时候杨罗才知道 高明是北大精管系的硕士生 柳兰哥的学历也不低 是清华城市规划系的本科生 是省委和省委组织部 在广西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选拔上来的年轻干部 毕竟他们拥有高学历 年轻又有充劲 希望能在这儿有所作为 把经济搞上去 一阵掌声响起 钱荣抬手向下压了压 下面有请冯书记讲几句话 冯宝国颠颠头 啊 高明同志呢 是北大的硕士 柳兰哥同志是清华的高材生 杨洛同志是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 曾经在公安阵线上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你们都是党员 是年轻干部当中的佼佼者 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所以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全省经济最落后 发展最缓慢的贫困地区 大化险 没有工业基础 地理环境是丘陵山区 远离交通枢纽 不过我们这里也不是一无是处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有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 我希望你们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带领当地的干部群众尽快脱贫 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说到这儿 在会议桌上拿起一个文件 笑着说 虽然你们都知道了自己的职位 但我还是要宣读一下任职命令 任命高明同志为大化县副县长 县委常委 主抓经济建设 任命柳兰哥同志为大化县中小企业局局长 任命杨洛同志为大化县大化镇党组书记 主持全镇工作 听完任命 杨洛皱起了眉头 看了一眼一脸傲气的高明 心里骂了一句 骂他 上面在搞什么呀 安排个副县长也就算了 主抓经济 这不是在我脑袋上带了个金箍咒 希望这个高明是真的高明 不是一个首帝 不要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 想到这儿 杨洛又看了一眼高明 我杨洛也不需要什么证件 你要是老老实实配合我工作 证据我给你 让你升官发财 要是不识抬举 那你只能哪来的回哪去了 不过杨洛心里也明白 凭高明一个硕士 绝对不可能让市里所有常委 斗子 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但这就不是杨洛有兴趣知道的了 不可是土 该盘着你得盘着 该钻洞你就得钻洞 会议开完了 由市委安排的酒宴也开始了 在酒宴上 高明是绝对的主角 喝好交杯换盏 很是热络 刘是个女人 当然由三位女常委陪着 倒也没有 只有杨洛一个人坐在那儿 高明几次用得意的眼神望向他 杨洛拿起面前的酒杯 有一口无一口的 笑眯眯地看着高明 在给各位领导敬酒 看来 那个家伙的心胸绝对不 有个人得志的狂妄 柳兰哥看见杨洛一个人在那儿喝酒 担起饮料笑着说道 杨镇长 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 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杨洛和一笑 端起酒杯 您在县里工作 还是中小企业局的局长 一个人会经常麻烦你的 到时候 你可要多多帮忙才是 这个当然 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杨洛和柳兰哥碰了下杯 然后仰头把酒喝干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 烟会讲 由组织部副部长袁景和亲自陪同 当然 这个面子是给高明的 一群人出了宾馆 袁景和笑着 都上车吧 高明谦恭地说 袁部长 您先上吧 袁景和客客气低头上的车 高明紧跟着进去 坐在袁景和身边 柳兰哥打的手势 杨镇长 您先上吧 杨洛摇摇头 看着车里的袁景和说 袁部长 是一个朋友送我来的 我还是把车去大化吧 袁景和笑着挥了下手 行 杨洛和柳兰哥打了个招 走向停在不远处的车 一上车 黄欣欣迫不及待的问 你到那里面干什么去了 我看刚才和你一起出来的都是市里的领导啊 杨洛点了颗烟说 跟上前面那辆商务车 老大 你到底来这干什么呀 我是 上任 对 我现在是大化镇镇长 杨洛的话音一路就感觉到车猛的向左侧充逊 幸亏鬼狐眼疾手快 在后面一探身拔住了方向盘 不然杨洛这个还没有上任的镇长 有可能出师未竭 身先死了 狠狠在黄欣欣脑袋上拍了一下 你想死 等到了地方自己去跳楼 不要拉着我们 黄欣欣揉了揉脑袋 委屈的说 我是被老大这个消息震惊了 小勾起一抹邪笑 要是让这小子跟着自己混 估计以后在工作上的阻力会小很多 就算有人想给自己下半子 也要掂量掂量 这样省心省力的事情 杨洛可能放过 怎么样 要去和我一起混啊 也给你弄个官当呢 那我对这个没兴趣 你就没想 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呀 人活一世 要么流芳百世 要么遗臭万年 像你这样庸庸碌碌混吃的 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黄欣欣的眼神突然变得迷茫 雅虚诱惑的 你的家乡这么贫困 你就不想为这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什么呀 有一天这里富裕了 老百姓能吃饱穿暖 还起学了 你黄欣欣的名字 一定会被老百姓把功德背上 流芳百世 黄欣欣猛的摇晃了一下脑袋 让自己大脑清醒 老大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才被弄到这个破地方来 中国 没有人能摆弄我阳路 你也不要 见到回答我 是想一辈子混吃等死 毕业啊 流芳百世啊 老大 你在这里待了有一段时间 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投了多少人力物力 还不是一点改变没有 有些事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要不断地探索 过程不在于发现新大陆 而在于培养新视角 当你以全心的角度展望这里的时候 这里并不贫穷 而是遍地黄金 黄欣欣沉默了 杨落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人生舞台的大门打开 关键是你愿意表演 还是愿意躲避 其实刚开始我们会很艰难 很痛苦 但这以后 必定是值得我们微笑的财富 大哥 要知道河池是广西最贫穷的事 大化县是河池最穷的县 而大化镇是大化县最贫穷的镇 我不得能力 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会毁了你辈子 听兄弟一句话 你先去镇里待了 我给你走走关系 掉到县里来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也不会给自己留下 退路越多 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我仰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失败 我输不起 这里的老百姓更输不起 稍我考虑考虑啊 好 我给你 一个多小时 车慢慢开进了大化县 这个既小又破的县城 整个县城的建筑 就是大化百货大楼 是一个八层的县 县尾大礼堂 砖目结构的平坊 很清楚地图下了历史的痕迹 黄欣欣把车停在了 礼堂的不远处 在这下车嘛 我把车开过去 影响不好 你好 大化书记李索群 县长黄平义 带着县里的领导 已经在礼堂门口等候 见到原下了车 急忙迎了上来 听到兰阁很热情 可对杨洛 就是有点小强刀的意味了 握手的时候 只是轻轻碰出了一下 杨洛的眉头一皱 这个家伙 怎么会对自己这么抵触 看来这个小小的大化线 看似平静的表 里面却隐藏着暗流啊 黄平义倒是对谁都热情 并没有冷落杨洛 一阵寒暄之后 李作群和黄平陪着袁景和走在前面 其他县里和杨洛他们跟在后面走进礼堂 全县的干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自然是欢迎 他们一走进来 在场的所有县科级以上的干部都起身欢迎 掌声响着 杨洛笑眯眯的走在最后上了主席台 坐在最边上 放着自己名的位置上 嗯 好了 大家安 李作群抬手向下压了压 下面静了下来 李作群很享受这种万人之上的感觉 可一想到坐在自己身边的黄平毅 内心就非常郁闷 自己来这儿已经三年了 和黄平毅毅 可面对这个在大话经营半辈子的黄平毅 他就没有赢过一次 始终被压得死死的 自己这个书记当的一点微信都没有 不过苗一安慰 经过自己的努力 铁板那么一块的大话 让他撬开了一个口子 只要给他时间 把这里握开一个大洞 从而把大话在自己手中 他对自己有信心 下面欢迎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主任警和同志 代表市委宣布最新的组织任命 李作群首先鼓起了掌 掌声停止 袁景和微笑着说 他们啊 受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领导做 我来大话县宣布干部任命决定 任命高明同志为县委常委副县长 主抓经纪工作 任命柳兰哥同志为企业局局长 任命杨洛同志为大会长 他们都是年轻的干部 有文化 尤其是高明同志 北大金管系的硕士 党性强 政治级平高 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工作经验 这样的履历 这个闭塞的小县城干部来说 没有什么出意了 他们最惊讶的是 这三个特派太年轻了 也就二十多岁 不准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毕竟人家的学历在那摆 他们这些干部当中最高的学历是大专 我的甚至初中都没有毕业 你就是嫉妒人天生的快 也得有资本不胜 下面听同志讲话 李作群对着坐在远景和身边的高明 笑着点点头 高明站起身 听着热烈的掌声 眼中焦狂的神色一闪而逝 大专口高明接着说 在这新的工作岗位上 我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与分量 我必将刻尽职守 不如使命 历经图治 众望 认真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利 不宜做好工作 坚定不宜的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 关于具体审稿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指示精神 推动发展 整合各类优势资源 几乎升高阳讲科学 重实干 求发展的主旋律 抓好关系发展全局的基础性 战略性 前瞻性 从现情特点和自身优势 发展的着力点 放在优化结构 深化改革 扩大革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增强 杨洛书文 看了终止新一眼 黄德奎你们都认识吧 年前他到镇里反映这一情况 但最后被打发回去了 你们拍拍胸口 问问自己 到底能给老百姓做些什么 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老百姓要你们干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了 谁能载舟 亦能负舟 历史一再诠释得民心者的天下 只要你为人民劳心 人民自然为你劳力 自古以来 所有最后覆灭的统治者 都有一个根本通病 永远以为中国人民是草民 以为可以随意见他 就像老蒋 他以为他有几百万大军 可以掌控一切 但他却忘了 事先还有四万万草民 我党实行土地改革 得民心 最终得天下 其人不暇子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而父哀后人也 历史给我们的警示 我们不能忘记 钟志欣和吴强辉 还有三个副镇长 有些坐立不安了 年前黄德奎来找罗金龙 他们是知道的 但不知道说了什么 钟志欣小心翼翼地说 书记 年前老黄来镇里找罗镇长 我们是知道 但不知道什么事情 您放心 明天我就会安排人 把事情解决 不用了 我联系了一位企业家 他听说这里的情况后 决定拿出一笔资金来 为学校舍 还给孩子们带来 过多用的棉衣 鞋子 而且开春之后 会在镇里建一所希望小学 让孩子们到镇里来上学 一天三餐 免费提供 太好了 这下孩子们有希望了 郑安君激动地喊了一声 下面的人一个个脸露兴奋之色 李其山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的脸 粘在一起的胡子一抖一抖的 杨洛笑着说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下面顿时静了下来 全都眼巴巴地看着杨洛 这位企业家 不单单是来建希望小学的 他打算到这里来考察投资 支援山区扶贫建设 下面扎开了锅 谁会傻到来这儿投资 可杨洛的话 他们又不得不相信 毕竟这是要见真章的 作为一个新上任的镇书记 不可能当着这么多干部胡说八道 钟志欣坐不住了 书记 这是真的吗 哼 现在正在开会 我能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吗 我的意思是 我们这里的环境太特殊 怎么会有人到这儿来投资啊 杨洛没有回答 看着下面依然乱哄哄的场面说 大家都静一静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四个月了 走遍了大大小小近百个寸子 我们这里之所以穷 是因为没找准发展的方向 郑安军 书记 您是有文化的人 您说的话 可我们这里环境这么恶劣 到底要敢才是正确的 郑安军同志这个问题 咱们大化县的发展规划 我已经做好了 过几天我会以书面的形式发给大家 老钟 现在已经很晚 有的同志家离这儿太远 不能在镇上的旅社安排住一晚 这个穷地方哪有什么旅社呀 过离得远的同志可以去老乡家里住 镇上会有家里五块钱的住宿费 好 那你去安排吧 行了 再会吧 一镇上太远的 明天再走 几十人都不愿意走 都想知道杨洛化 他们都穷怕了 他们都穷怕了 现在有了希望 虽然还停留在口头上 但有希望就有盼头 钟志欣站起身说 怎么还不走啊 都不要睡觉啊 钟志欣说话了 那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 才不情愿的离开 钟志欣 吴强辉 和三个副镇长 雷拢到杨洛身边 党政办公室主任总辉 和科员王宇佳 也想凑过来 几个镇领导 把杨洛围住了 也就没敢过来 站了出看着 钟志欣笑着 叔姐 跟我们说说呗 说什么 吴强辉半天没有说 不要看这个家伙 长得五大三粗的 谁他就是个 有头无脑的笨蛋 要说假话着 就这个家伙最精明 说话办事 发灭玲珑 从来都不得罪人 为人圆滑的 这个时候 他也是真的急了 钟志 你就不要买管子了 跟我们说说 你的那个发展 有个底 好准备准备 现在时间太晚了 而且罗镇长也不在 还是等他明天来了 我们开个碰头会 然后压下发展计划 钟志欣挖进头 书记啊 今天晚上 我给市民 说归说 还是一招 乔主任 给杨书记安排的住处 都收手 乔永辉急忙走过来 说完 有些拘谨的看着杨洛 您的住处 在东面的第二个房间 我这就带您去 看合适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啊 我们马上给你调换 只要能住人就行 我没有那么多讲究 黄书趴在方向盘上水的正香 口水流了一地 不知道在做什么春 不时的还黑黑傻笑一声 鬼狐无聊的坐在后面 杨洛出来 伸手拍了一下黄欣欣的肩膀 把我吓得一激烈 怎么了 怎么了 鬼狐翻了个白眼 地震了 说完 门下了车 杨洛看见鬼狐 在迷惑的黄欣欣一拍脑袋 我怎么马上了 转头看向乔永辉 能不能再安排两个房间啊 空房间可没有床 里面也没有取暖设施 王宇佳脆声声地说 让小姐去我家住吧 后一个房间 看向鬼狐 征求她的意见 鬼狐无所谓 黄欣欣凑过来 看着穿着白色棉服 身材高挑 面容清秀的王宇佳 笑嘻嘻地说 我也去你家 鬼狐在她脑袋上狠狠怕 你自己在车里住 不行回县里 黄欣欣揉着脑袋 想说什么 可看见冷若冰霜的鬼狐 把要说的话 硬生生掩了下去 王宇佳看着黄欣欣 看着笑说 你也去吧 和我弟弟住一个房间 黄欣欣偷偷看了鬼狐一眼 杨洛无奈地摇摇头 唉 就这么地 一群人来到给杨洛安排 杨洛打量着简陋的房间 乔永辉也费了一番心思 不仅兴奋方面 还特意将原本有些透风的窗户 猛出瞄步 而屋内摆着一张单人床 床上的被褥全是新的 在屋子的中间还有一个铁炉 里面的火烧得正忙 杨洛笑着点点头 嗯 王瑜伽登登跑了出去 时间不只 玩着一个崭新的脸盆 还有一些洗漱用品跑了会 笑英宁地说 杨洛姐 有穷 条件有限 您看还缺点什么 我明天再去买 挺好 我一个大男人 这么多讲究 只是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乔永辉说 呃 西面那两间就是食堂 如果不合您的胃口 可以去对面的小饭馆吃饭 把账 给月碟回去结账 杨洛眉头皱了一下 乔永辉一直在偷注意杨洛脸上的表情 看见杨洛皱起来 心里打了个吐吐 杨洛没有说 挥了下手 那回去吧 看着他们都出去 杨洛连一脱 躺在床上点了颗烟 大脑一速运转 刚才开会的时候 在暗中观察钟志新 吴强辉 吴卢王德志几个人 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几个家伙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 可心里却可排鬼胎 这可不是好事情 一段时间把这儿的人际关系搞清楚 是朋友的就留下 不是朋友的 只要不找麻烦就留着你 要是敢找麻烦 只能把他们踢走 吴强辉 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 简单地吃了口饭 然后坐椅子上 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烟 这个新来的书记太强势了 如果自己还是那样 骑着墙头左右观望 谁也不得罪 见得行得通 可是要站队 选择谁 新来的书记 他刚刚来 就是再强势 他能斗得过罗金荣 这个低头蛇 那个家伙在县里有后台 在镇里是一孙 专横霸道 前任书记就是被打 前任书记走了之后 罗金荣坐下小张 死无忌惮 整个领导班子成了他一个 谁要是反对他的意见 一定会遭来他的答复 而罗金荣早就对书记处理 本来他县里有后台 这个位置非他莫属 可哪想到上面空降了一个下来 这样一来 罗金荣和杨书记绝不休 一定还会有一个离开 吴强辉揉着脑袋 一阵唉声叹气 他的老婆苗凤如收拾完碗筷 在外屋走了进来 看见他的模样 奇怪地问 老吴啊 今天你是怎么了 臭眉哭脸的 吴强辉抬头看着自己的老婆一样 他这个老婆虽然一个大字不识 但瓜子可不白给 经常给他出主意 吴强辉把自己的担心说了一遍 凤如扑斥一笑 伸出手指点了一下吴强辉的头 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 怎么这件事情让你为难成这样 吴强辉听见老婆的话 精神顿时一震 快点给我说说 你也不想想 这个新来的杨书记 是省里派来的抚贫干部 金荣后台再赢 能赢得过省里 而且他就找来企业家 在这里建希望小学 并且打算资 这样有能力的人 他罗金荣能比吗 只要那个企业家在这里投资 县里也好也好 一定会非常重视 他罗金荣 那还在逗啊 吴强辉 王德志 是罗金荣的铁杆支持者 钟志欣那个老家伙心思不明 杨书记出来乍到就已经被架空 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施展不开啊 一定会被罗金荣压得死死的 政绩 只要要把招商引资的事情落实 县里市里包括省里 可是天大的政绩 你说 谁会为了金荣 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要 罗金荣一直对书记这个职位 前任书记就被他逼走了 要是杨书记把招商的事情落实 罗金荣会更加迫不及待的把杨书记逼走 这样一来 罗金荣被吹灰之力 就把这块大蛋糕抢了过来 县里也好 市里也好 哪在乎是谁主持镇里的工作 反正他们的政绩也跑不了 哎 你怎么撕闹刮骨啊 听上哪儿去了 还是自己赛诸葛呢 有像你这猪一样的诸葛亮吗 十几年前 总理来这里视察 后来风风火火搞起了福 当时也不是没有大力的进行招商引资 除了市里和县里留下几个企业之外 有企业到咱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投资吗 没有 这个都没有 现在杨书记上任就投资商 这说明什么 难道这个投资商是傻子 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不是 这个投资商和杨书记的关系匪浅 所谓的考察已是走个过场 投资的事情已经板上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 这个消息是杨书记在就任大会上宣布的 要是没有把握 他会在就任大会上说出来吗 万一投资的事情泡汤 这里还有县里的领导怎么看的 最少一个太女 心浮气躁 办事不牢靠的印象是跑不了的 杨书记能被省力选中派来这里扶贫 不会这么低吧 所以说 你的单多余的 他罗金荣是斗不过杨书记的 如果他真的把杨书记逼急了 投资商也一定会跟着你 到时候县里市里 甚至是省里斗过罗金荣吗 我想就是罗金荣的那个靠山 吃不了兜着走 老婆 是我的智团啊 先怎么做了吧 说完 走到门板门插上 然后快速地脱掉衣服 光扑到吴强辉怀里 露着他 引着问 女人三生四虎 而苗凤如正是如狼四虎的年纪 对于性的需求很旺盛 可吴强虎 虎大三粗的 每次见到他老婆这个样子 都感到心虚 不过今天这个老家伙可能是因为心情好 升官有望 可算是震雄疯了 纵马吃成杀的他老婆给欺贾 第二天 杨落起来洗漱完口了出来 仰头深深歇了口气 看着的阳光 感觉到今天的气温有所回升 小了很多 要是还像前几天那么冷 山里的老百姓真的很难熬啊 王宇佳展颜一笑 笑声声的说 这还早啊 领导都起来了 我要是来晚了 还不得挨骂呀 这个小丫头 昨晚面对他还胆战心惊呢 今天怎么敢开启他的玩笑呢 不经意的看了鬼狐一眼 明白了 一定是这个女人和王宇佳说了什么 所以他才这么大胆 想到这儿微微一笑 看着鬼狐和黄欣欣说 你们两个回县里吧 鬼狐犹豫了一下说 嗯 我昨晚想了一夜 这里的狮子力量太匮乏了 我打算留在这儿支教 杨洛狐狐一地看着鬼狐 这个女人要当老师 不会是教学生怎么杀人吧 鬼狐好像知道杨洛心里在想什么 瞪了他一眼 你不要忘了 我们是在哪里相识的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名古屋大学的留学生 教教小学生还是春春有余的 杨洛揉了揉鼻子 啊 随你便 不过开学还要等几天 你先回去把台课厅处理了 等开学的时候你再来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杨洛不明所以地跟了过去 鬼狐看着杨洛 副镇长吴忠 卢建芳 王德志是罗金荣的人 而罗金荣是个非常相当跋扈的人物 他在县里有后台 前任书记就是被他逼走的 他对书记这个位置一直虎视眈眈 一定会对你不利 你要小心点 还有 钟志欣是前任书记的人 自从前任书记走了以后 他一直被罗金荣打压 这个人你可以拉拢 至于纪委书记吴强辉 是个墙头草 办事左右逢源很圆滑 如果他要靠下你的话 可以暗中观察一段时间 暂时可以用 但不可以重用 杨洛拿出烟点了一刻 低头一阵沉思 过了一会儿才说 那个小丫头和你说呢 嗯 你刚到这儿 没有人敢和你说实话 昨晚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在那丫头嘴里套出这些 黄金荣一直在看着杨鲁和鬼狐 尤其是两个人距离得很近 在他的角度看去 两个人好像贴在了一起 这个家伙嘴里嘀嘀咕咕地说 我怎么感觉 这两个狗男女有奸情 你说什么 站在黄金荣身边的王女家徒人们 啊 没什么 没说什么 看你贼没熟眼的 就知道你没想好事 黄金荣一撇嘴 刚想说话 见到杨洛和鬼狐走了回来 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杨洛看着黄金荣说 怎么样 昨天我和你说的事情 考虑好了没有 老大 你能不能再让我考虑两天 后天就给我准确的答复 鬼狐搞事了 说道 我们走吧 黄金荣和鬼狐上了车急事而去 杨黄宇嘉说 走 陪我去镇上走走 黄宇嘉答应一声 跟着杨洛出镇政府大院 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 慢地的走着 王宇嘉当大学毕业 是二流大学 但是在这儿 可高的学历 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没有孩 只能在这儿当个科员 一边走 一边看着周围的景色 可以说是蛮同意 小王 跟我介绍一下这里还有周边地区的情况 书记 你不是已经了解过了吗 我一直在走 镇里我还真没有来过 哦 嗯 我们县石山林立 以延绒性插地 风铃山地为主 石山面积 线总面积的70%以上 森林资源稀少 环境脆弱 这个我已经清楚了 输入我们镇吧 哦 我们大化镇指 在全市市最好的 洪水河贯穿全线南北 乘163公里 是广西水力发电总厂 广西石城局大化分局驻地 一处水电站距离镇里四里 还有两处位于盐滩 百龙滩 你说大化县一山傍水 还有三座大型水电站 可能发展 可是由于水电站建设之初 就有了隐患 建成投产之后 改善了我区及辟林省 给国家创造了 很大的经济效益 但我们却付出了 巨大的牺牲 水电站续发电水后 全县境内淹没的长耕地 便达六 涉及到16个乡镇 61个村委 94个村民小组 18000户 将近10万人 在还淹没了许多公路 输电线路 抽水站 添水码头 水池 便道便桥 工坊等公共 在下雨的时候 水库设计淹没线外 扩大的严重内烙情况 84年以来 库口年年出现 寂寞面积逐渐增加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 前几年 公川 三乡龙马村一次大雨 洪水河库区在该地段的水位是158.25米 而该村的内涝水位高层却达174.5米 与洪水和水位高差10米 淹没40多天 全乡颗粒无收 后来库区的一些老百姓没有办法 耕田没了 住 全都搬到山顶 山腰居住 可是那儿没水没 耕地更是少得可怜 群众人均只有不到 这怎么够吃啊 为了生存 他们只有上山打柴 然后挑到乡镇去卖 柴打完了就挖手包 明白 他们都有吃干饭的人吗 休吧 可粮食定不只发三个人 这里哪一三四个孩子 靠民政给的那点 根本不够吃 增加上涨 他们更是吃了上顿门下顿 大多数 上山挖野菜来冲击 好丫头说到这儿 强忍着流下来的眼泪 她说 眼里流露着期盼的目光 姐 你昨天开会时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有人投资吗 你真的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会的 这要成的时间 只要三年 我会让这里变成卡西村 杨洛和王宇嘉慢慢的在路上走着 谁啊 路上渐渐有了行人 无论男女老少 一个个衣衣衫 老裸 面容枯高 唉 我们回去吧 好 小王 咱们有没有乡镇企业或者民营企业 又一个是镇上和私人联合开发的采石厂 镇上出十万 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另外两个股东 二十万 一个出资五十万 总注册资金是一百万 不过 菜市场成立四年 年仍亏损 你是说 连续四年都是困损 从来都没有盈利过 这个我也是听说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清楚 杨洛点点头 继续往前走 一个人远远的就看见 镇政府大门外站着石子 王瑜伽有些紧张的说 不会是他们又来了吧 怎么回事 上访了 杨洛嘴角一决 一种想大笑的冲动 自己第一天上场中的上访 有意思 我们去看看 说完 大踏步走了过去 当他来到近前的时候 又看见乔永辉 站在大门口 在苦口婆心的手 而那十几个年纪最小的 都有四十 最大的满头白发 身体微微搂钩着 两个人身上的衣服 都是补丁烙补丁 他的鞋沾满了泥水 一个个手里 拿着冰冷的面饼吃着 显然 他们是连夜赶到这儿 没有吃早饭 我们不和你说 我们的书记 一名中年人喊 乔永辉说 乡亲们 书记真的不在 你们过一段时间再来 我们才不相信你的话 我们进去 要是书记真的不在 我们等他回来 杨露站在后面 听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为什么来 怎么回事啊 乔永辉看见杨露 颜色 意思是让他快点离开 我微微摇头喊道 老江 我就是 我叫杨露 有什么事情和我说 一群人看着 穿着一身旧迷彩的羊 眼里流露着疑惑 不相信的目光 在他们心里 镇委书记 那是多大的官 这么破的衣服 虽然没有补丁 但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 乔永辉叹了口气 哎 乡亲们 这就是姓来的杨书记 有什么情况 你们和他反应吧 听见乔永辉这么说 这些人 站在杨露面前的一位 六十多岁的老人 急忙咬了一口手里的玉米面饼 然后再拿出一张纸包好 小心翼翼地放到兜里 杨书记 杨洛挥手打断了他那话 你们是连夜赶到这儿的吧 是不是还没有吃早饭 没有人说话 宣传着杨洛 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杨洛嗓子有些发紧 回头看了点对面的小饭店 接着说 人是条 你们连夜赶路 天又这么冷 早上吃的饼对胃不好 我请大家到饭店去吃 有时候吃饱了再说 没有人 杨洛给王宇佳使了个眼色 把丫头机灵地点点头 转身向对面的小饭店跑 杨洛伸手 搀扶着老人说 这顿饭是我私人掏腰包 请你们 不会花政府一份 而且我在这里承诺 以后政府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身上 谁要是敢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杨洛话音一路 乔永辉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这觉弦之又玄 就是面对市委书记和王宇佳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种感觉 在那儿 愣愣地看着杨洛伏着老人走向小饭店 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个年轻的书记以前是干什么的 怎么增化呀 眼看着杨洛伏老乡进了饭店 乔永辉发了会呆 把牙追了过去 在基层混的干部没啥子 昨晚他还在想一定要罗阵掌 现在他已经改变主意了 也跟着这个来历神秘的书记 才是正确的选择 就在乔永辉走店的时候 一个四十来岁皮肤幽黑 高身材瘦小的中年人 在不远处暗了处 看着饭店冷笑一声 然后快步走进镇政府 进了副镇长王德志的办公室 王德志正站在窗口 看着外面发生的事情 听见门响一回头 看到中年人吓了一跳 你怎么来了 罗金的一笑 有好戏上演怎么能不来呢 那些 对 是我方出消息的 不给他找点麻烦 还以为我罗金融好欺负呢 王德荣拿出烟蒂给罗金融 然后自己又拿出一根 首先给罗金融 镇长 你这一招 确实给了下马威 可现在看来 那小子很有用 口屁 妈的 他在镇里一分钱都没有 我看他怎么解决 镇长 我觉得吧 这个小子 就是来赌金的 什么抚平干部 说的好听 在这里待个一年半再就走 也不必要和他闹得太强 骂了个逼的 老子好不容易才把汪云康那个老家伙拿走 活该我到头来给他做了假仪 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看上不在 那小子没说什么吧 没有 听说你病了 打算今天去看你呢 这小子还挺会来事 不过 你是书记 你还是见一见吧 怎么躲着也不是 早晚不是还得见面 见个屁 怕算老几啊 怕到我头上来了 我已经和李作群书记请假了 去南宁看病 先晾他一个月再说 还有 我明开会的时候 都说什么了 康德荣把昨晚会议内容说了一遍 黑黑一笑 眼珠一阵乱拽 哼 啥子啥子 不过这里可是咱们的地盘 老子不同意 想到这里来投资 哪有那么容易 王德荣一皱眉 罗金融为了一己私利 居然想把投资搞黄 就是不被老百姓拖满死 戳几两股 也得把他们戳掉一层皮 可罗金融是什么性格 他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流氓混混 做事心狠熟辣 干什么就干什么 霸都惯了 如果他的人 非得挨一顿骂不可 尤其是县委书记给他撑腰 在大化镇这个一模三分地 金融就是个土皇帝 说一不二 他急急跟着罗金融 就是因为有县委书记 给罗金融做考山 既然罗金融能把前任书记 挤兑走 这个新来的书记也长不了 这个镇委书记的位置还不是他逻辑 可是现在投资的事情是绝不能让罗金融较黄了 镇长 投资的事情你不但不能阻止 还得支持 而且要不予余力的支持 什么 你想想啊 你要投资的事情较黄了 县里和市里的领导能高兴吗 我想就是李书记对你也不会满意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